大家好,我是解说宇方 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个超级精彩对决 那么这一期咱们的张伟丽将要迎战来自这个切尔诺贝利的核变异生物 这个是一个蛇女 那么我们的张伟丽刚刚开局 上来就是两发三连击 这个的话开局选择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进攻路线 张伟丽这边连续的左右冲拳打出 一发上攻拳打到蛇女 这个蛇女的话是连连后退 我们的张伟丽这边左右夺步 一个直冲拳两发冲拳打出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蛇女 她这个头部是已经变成了蛇的样子 听说是和这个蛇混合在一起 被这个辐射影响了 当然了这个是她的一个设定 那么我们的张伟丽这边也是在不断的变换自己的位置 因为这个蛇女的攻击速度还有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为了防止被她击中 张伟丽就选择了一个快攻快退的方式 我们看到这边一直在攻击撤退攻击撤退 这边又是两发冲拳打到对手 一个左勾拳 对手的话也是环颜色 张伟丽又是三发冲拳打到对手的脸上 而这边的话张伟丽其实最近也是打了很多的比赛 大家应该也看过我发的很多的视频 最近我也是更新了很多张伟丽的视频 张伟丽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连续拿了很多的首胜 目前也是有一个十连胜的胜场 所以说最近张伟丽挑战者也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都想借此打败张伟丽来巩固自己这个江湖的地位 好的 那么这边张伟丽的话也是两发冲拳直拳打出 这个又是一个上钩拳 这是一个无序的进攻 对手摸不着头脑 而这个蛇女的进攻路是比较单一了 只能打抛拳 我们的张伟丽也是上钩拳再次打出 其实对手这一场打的速度很快 但是力量感并不足够 所以张伟丽这一场通过自己的战术协调 拿到了一个作战的优势 这边又是左右两发冲拳打到对手 一个上钩拳 一个左踢腿 张伟丽下冲拳之后 防守又是两发冲拳打出 对手一个踢腿之后 连续的无法冲拳 等待着他张伟丽这边无法冲拳 打到对手的头上 不过他这个头很硬 这边张伟丽再次一发直冲拳 加上钩拳 往后撤退 一个左勾 这边的话是想右敌深入 但是这个蛇女显然不上当 也很聪明 一个上钩拳打到 一个直抛球 打出这个直抛球的话 对手也没跟上 不知道他是没发现漏洞 还是就是发现了不跟 张伟丽其实这两轮 自己是露出了一个下盘的 这个烈士 但是对手却没有怎么进攻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可能是被打懵了 张伟丽这边的话进攻很凶猛 对手这边的话 也是一直在躲步 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进攻路线 张伟丽再次两拳 攻击对手一个直通拳 哇打到 哎哟上钩拳打到对手 非常的凶残 对手缓缓站起 一个回旋拳 张伟丽 一个中杂拳 再加上钩拳 左抛拳右攻拳 疯狂的连招 疯狂的进攻 哎哟 一个左踢腿 带走了对手 那么也是恭喜我们的张伟丽 hustle 稍后